來關心10片安全問題 中華館長為民國是來要求農業處、衛生局以及消防官党單位 嚴格罷官各行農產品的安全 經過百年推動 我們中華館來尤其農業以及百類海產產品 合格如說都有百分之百 讓社會者可以安心來選舉中華有農產品 也來增加農民的收益 國主義的小朋友跳到代表安全、健康的小蜜蜂無德 為了替社會者使用安全把關 中華館長富家農民宿成立聯合欺負責相助 特別占負有機 才是有產銷履歷的農土產品做欺負責 在現有的基礎埔的基礎之上 我們在7月正式推動所謂的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條碼 也就是QR Code 讓消費者可以很清楚地從農產品的資訊裡面 去了解這個產品是由哪一位生產者所生產出來的 除了所採水故意外 魚產品跟畜牧產品也一樣的是挑戰的行列 讓消費者可以安心選舉中華優質的農土產品 我們對於農藥的檢驗以及生產履歷 檢驗的認證與農藥的政府都不履歷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告訴全國所有消費者 買藥化現的農產品 只要看到藥化兩個字就是品質保證 大家放心 買消費農產品 做你吃 健康吃 安心吃 官府這次 今年上半年度 挑戰學家論 可以說是百分之百 少數沒有學家的人 都已經以法採取 管理到有機農產 跟產銷履歷農產的信息 民眾都可以當上官府的農業出望 暫耐紮 大傳新聞電視梁中華 蔡宏博德